有学者研究 这种比较高脂肪的饮食习惯 会跟比较容易胸部会长一些 莫名其妙 不明原因的一些疾病 会有一点相关性 还有一些就是刚刚 其实洪医师有讲一些口服的 其实更容易 更容易会有这个部分的刺激 所以要很小心 其实你很难想象 比如说还有一个风险因子 就是说女性呢 如果你一天喜欢久坐 你几乎都一直坐着 超过六个钟头这一群人 就研究发现说 事实上不只是这个乳房 它连乳腺癌的风险都会增加 乳腺癌 是 久坐都不动 对 坐六个小时以后 不怕站起来 结果已经录了好多钟头了 快 平常上班也是坐不止六个小时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 就是坐着要起来 就不要连续坐 一定要站着起来 拿个茶晃一晃 这样也OK 不要一直齐序 要动一动 动一下 所以研究就是会发现说 像这种癌症或是一些不明原因 的东西跟生活形态 还有你的饮食习惯都非常的有关系 那我们要怎么吃呢 其实饮食就是要避免刚刚讲的那些之外 应该要多吃一些刚刚经历的 像莲藕或是橙皮 或者是一些酸类的东西 或者是正常的食物 像什么糙米 葡萄这类的东西会比较好 不过我刚刚有在讲说 如果它这种方式是 像浩然它是动手术把它切除掉 对 为什么它还要三个月就马上再装 因为很密集 它还会再复发 为什么那个几率会 还会这么高呢 体质就是这样吗 对 体质是这样 如果真的说要有相关 可能或许跟一些 像刚刚讲的饮食 可能跟油炸有相关 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样回归到刚刚 就是说它有点像大肠的席肉 我们知道说这种席肉 其实就是跟你吃一些油炸 高油脂的食物 大概还是有相关 那就可以配合在一起了 每次我去买咸酥鸡 老板就说 余皓然刚刚来过 我以前真的很爱吃这种东西 现在比较不敢吃了 现在不吃了 对 还是不要了 可是我必须说 因为刚刚讲的是像 如果留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女性都会觉得说 我对于乳房的一个自我检查 都会觉得是要摸到异物 她觉得说那还是有风险的 或者甚至有些人是觉得普通没事 可是像这种乳房的异常分泌物 也真的不能轻忽 之前有一个女生 她就跟靳雲妈妈她们一样 就说她们其实因为不胃母乳 那有些是不胃母乳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她就觉得说 有时候看到那个乳汁的颜色 就是那个分泌物的颜色 已经变化了 她都还想说 可能是因为我胃母乳 小朋友就是吸破了皮 所以她还有一点点颜色的变化 不是重点是不痛不痒 对 然后她也没有去注意它 对 她也没什么感觉 有时候然后她就觉得说 可能是咬不小心咬到了吧 所以一直到她觉得不对了 这都已经快离乳了 怎么她还是有在分泌 后来那个时候去看医生 就发现很惨 因为她其实是乳癌 而且她已经蛮后面的起屏 因为她一直在喂奶 她觉得说 那应该是咬到了 对 所以你要发现说 有一些当你的乳房出现 这种不对的颜色的分泌物 不要自己去推特 觉得说 因为她可能是乳汁 我是再回春 或者是我是因为小朋友咬破皮 真的有一些一直以为小破皮 我以前还遇过一个 那个连皮肤科医生 她步进也是一直溃疡 然后皮肤科医生就跟她说 你叫你老公一起来 她说为什么要叫我老公一起来 你这个都不好 可能也跟你老公有关系 跟我老师说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们可能情趣太过激烈 她说这根本就不是 结果她也是另外一种癌症 所以你这种久久不会遇了伤口 变奇怪颜色的分泌物 真的要找医生 那洪医师 你刚刚讲说 因为它可能会散布在乳房 各个角落对不对 那靠近乳头的部分 它比较会有分泌物就跑出来 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异状 那如果长在比较 里面根部一点的话 那分泌物就比较不容易有了 有可能就比较不会 是用这样子来表现 所以那种就怎么表现 就怎么表现 像我姐姐她就是长在里面 她跟我一样乳管瘤 那她是长在很里面 那她怎么检查出来的 那是因为我长了 她才去检查 我妈就拉着她去 才发现她也有乳管瘤 但因为她不是在乳头 所以她不会造成有分泌物 一生就没有要帮她切除的 也是观察 所以她就不用切 她没有开刀 所以一生是她 她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 那种就要密切追踪 所以她应该也是 就是三个月或半年就要追踪 密切追踪 因为她会有可能有癌变的几率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都会癌变 所以如果说她有长大 我们就会还是会要切除 所以密切追踪是说 等到她长大或者是她真的癌变 那时候才来做处理 如果觉得她有变化 大家就还是要拿 不过大部分的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诊 那她每一次都检查的时候 就要再戳一次 对啊 也太可怕了 实际上把它切掉 你三个月就要再戳一次了 没有三个月她就只是会先照 照的时候她会跟你上一次的比对 X光之处 对 她会做超音波 比对看看有没有变大 或是哪边 然后才能 好可怕 对 要是三个月来一次 她已经说干脆你切了吧 三个月那洞戳头 对 太可怕了 这很辛苦 很辛苦 对 那中医可以怎么样来调理 避免 其实中药也是有的 但是就是比较偏辅助的部分 因为我们像台湾健保资料 过我们去找 大概第一名的中药副方 跟乳癌相关的患者 或是乳管瘤之类的 最常用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逍遥伞 逍遥伞这个药名听起来就是会比较逍遥 其他的药材非常的简单 就是当归 白梢 甘草 白竹 柴湖 茯林 各10克 然后这10克是500cc的开水 一天喝一次 它是在比方说 假设今天真的有乳管瘤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西药可以治疗 或者是你追踪发现 它变大 然后吃药又没有效的时候 再加喝这个时候 我们有发现它会有帮助的效果 对 所以单喝的话就是当成保养 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这是中医嘛 对 那洪医师 如果你面对像浩然 有这样子的状况 乳管瘤 你们会建议他们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还是饮食 要注意什么吗 像这种其实就比较难去预防 所以其实如果说真的要预防乳癌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只能说 看是不是生活作息比较正常 然后压力比较太大 然后饮食方面比较正常一点 多吃蔬菜水果 但是其实这些大概都还是没有办法到百分之百预防 一般我们当然还是建议说最好 定期检查 对 还是要定期检查 因为只要有乳腺就有可能会得癌症 所以即使男生也还是有可能得 是 所以 对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 大概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 至少你到四十岁以后 也应该要开始定期的检查 OK 那 男生也要吗 男生虽然会得 但是比例不是 你想要检查了 想要小乳房摄影是也可惜 你胸部有变大的迹象 你肚子比较小 你放心 潘若迪比我大得多了 好 然后呢 对 一般建议大概就是四十岁以后 一般人四十岁 一般的女性的 四十岁以后大概就要做 至少要做第一次的检查 那第一次 包括卫生产 卫婚也是一样 对 几率高 一样 卫生产其实风险有可能更高 更高 更高 更要小心 什么理由 天啊 因为我们认为说乳癌的发生 跟荷蒙的长期刺激有关 所以你没有生产过 你等于说每次周期周期 都一直这样子 那其实就有可能会导致 像刚刚提到的这种乳腺增生 因为你怀孕生产完以后 中间会一段时间停经 这个时候对你反而是保护的作用 你的乳腺 其实反而这个时候 是没有增生的现象 算是休根 休养 对 休养生 四次了 四次了 那你最健康 我一直在休根 但理应要快一点 驾行脚步 对 好可怕 对 好 高危险区 对 然后呢 所以一般的话就是 四十岁以后应该就要接受 那个超音波还有乳房摄影 那如果说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 也就是说像 你的直系血清里面 可能有两个人以上 是属于乳癌的患者 那这种的话 就是属于高风险族群 高风险族群的话呢 可能就必须要提早到 三十岁就要开始做乳房的检查 那三十五岁以后呢 可能就也要做超音波 那甚至呢 可能需要做到乳房的摄影 那一般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建议 两年的时候做一次的摄影 那你可以跟超音波做交替这样 一年摄影 一年超音波 对 这样交替做 做一辈子 做到更年期过后 一样要持续追踪 对 一般的话 大概是建议可能 你至少到六十五岁或七十岁以后 看要不要在时间再慢慢拉长 对 所以要定期检查 第一个你们要定期检查 第二个男人要多体贴 然后让你们不要有心情 太郁闷的时候 对 生活做只要调整 是的 对 所以你不要再逼亚兰了 不不不 我让他去shopping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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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